宛如第二層肌膚的底妝 你就立即GATE 大家好 我是全民家 跟大家分享 接下來聖誕節還有跨年 有一系列的假日 一些節慶 然後要怎麼樣保養我們的皮膚 讓我們可以有最佳狀態 然後面對各種的聚會啊 或者是情人約會 然後像我自己 其實我非常的注重保養 你們之前有看我影片就知道 我就是一個保養狂 把你的皮膚顧好 其實它都會回報你 我覺得保養皮膚 其實跟運動是一樣的意思 就是你怎麼樣對它 它就怎麼對你 所以我個人就是 對於我保養皮膚的方式 我覺得是非常自豪的 然後我今天要介紹一款是 特然是他們家的超級精華 那我覺得這一款精華液呢 它其實非常適合每一款的肌膚 為什麼要這樣講呢 因為它雖然是號稱是 一個油加水的保養 但是我在它身上 完全看不到任何那種 精華油的感覺 它是非常的水狀的質地 如果今天你是一個油性肌膚啊 或者是混合性偏油肌膚的人的話 你今天要選擇一個 抗老的保養 你對於這一款精華液 你就不會有抗拒的感覺 這一罐其實已經是 就是克蘭師他們家的口碑款精華液 叫做超級精華黃金霜積萃 它的重點是它其實是一罐抗老的保養 女生25歲之後 你就一定要擦抗老的保養 因為其實皮膚的基底已經會慢慢的開始就是氧化跟老化 裡面有20加一種的植物的萃取 其中有很多的植物精華都是抗老的植物 那其中最重要的一個成分是薑黃 薑黃也加入這裡面 所以它的顏色才會是琥珀色的 那薑黃的話 它其實主要是活化你的皮膚 所以就會有黏青跟緊緻的感覺 它除了精華液的用法之外呢 我今天也要分享這一罐 五種終極用法 請看今天的分享吧 第一種用法 每天不能少了它 那就是通常就是清潔完臉部的肌膚之後呢 我會先用這一個他們家的 陽柑橘的化妝水 其實像我平常去笑茶店喝茶的時候 我都會點陽柑橘茶 為什麼呢 因為陽柑橘它本身它就是有一個 鎮定肌膚的效果 尤其是現在就是換季的時候 忽冷忽熱 肌膚容易泛紅 就可以用這個陽柑橘系列的化妝水 所以呢 我這個方法呢 是幾乎每天都會使用的 他們家的陽柑橘化妝水就是不輸 唯有一罐義大利的玫瑰水 它陽柑橘化妝水的香味很舒服 然後你就敲嘴的按壓 或者是濕膚都可以 你知道睡覺前的時候用 真的超級舒服的這一罐 輕輕的這樣搖一搖 感受一下它的香氣之後呢 接下來你就可以用這一罐 超級精華 擠一大滴之後呢 先用手掌去溫熱它 對 它非常的清爽 它不會像一般的油類 會讓人家覺得好像有負擔感 它完全不會 然後接下來你就可以用 按壓的方式 它的配方是建立在植物的力量裡面 20加1的1就是代表薑黃 然後薑黃呢 它可以促進就是 肌膚跟細胞間溝通的黃金密碼 可以長化就是細胞的活力 所以說就是用了之後 你的肌膚會感覺比較有活力的感覺 就像我們平常 可能很沒精神 可能會補一些中藥啊 那其實薑黃 加入保養品也是這樣的意思 女生的脖子一定要保養 對 但是我脖子是天生的啦 我已經很努力保養了 好 超級精華這樣按壓完之後 你們可以看一下皮膚的狀況 好 我現在臉上有點瘀青 我之前去做針灸 然後對 臉部瘀青很久 好 好愛它的味道喔 就是你這樣子擦完之後 接下來你就可以 很樂趣的去睡覺喔 接下來呢 是第二種用法 升級你的面膜法 這種方式呢 它可以用在 每一款的面膜之前 呃 除了美白型的面膜 比較不建議之外 因為有些美白型的面膜 它會有一些酸類的成分在裡面 其他任何保濕的面膜 或者是清潔型的面膜 都可以使用 今天我用這個方式 那首先呢 一樣是用到超級精華 跟他們加一款 生命之夜的保濕面膜 像有時候我們的面膜 不一定是專櫃品牌 你有可能會用一些 開架式的平價面膜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這一個超級精華 讓你的面膜變成 專櫃頂級的面膜 這樣子 那要使用方式是先擠個兩大滴 先擦臉上 好 然後擦完之後呢 接下來就是 使用你的面膜 這一款呢 是克蘭絲的SOS生命之夜保濕面膜 對 藍色的顏色 然後 淡淡的香味 好接下來我要擦我的兩家 先擦了超級精華之後 再去敷你的面膜 如果你某些局部的地方容易脫皮的話 你也可以用超級精華 先在局部加強之後 再敷你的面膜 這一罐面膜還蠻舒服的喔 好圓症的地方不要遮到 好啦 接下來我們就等十分鐘之後再回來囉 好 我現在敷完之後去洗完臉之後 我自己覺得好像敷完之後 感覺皮膚變得比較亮一點 就是很舒服的感覺 第三種方法是 倒數五天 然後給自己肌膚容光 煥發的超級絕技 然後一樣是用這個 克蘭絲的超級精華黃金雙雞翠 然後先擠個五滴 一二三四五 就是先溫熱它 稍微的有點前傾 然後 做一個按摩 往上拉提 就持續這個方式連續五天 然後第一天跟最後一天的肌膚 你可以做去角質 去角質的話是先去完角質 再使用這個超級精華 然後做剛剛這個動作 然後做完之後呢 你就可以敷面膜囉 記得要連續五天喔 臉上還是有餘親 但是讓大家看一下 不會讓人家覺得你的肌膚很暗淡的感覺 用法四 讓你的底妝變得非常的服貼 有時候我們冬天的時候 上妝不是會超級不服貼的嗎 或者是說 有時候你夏天的粉底啊 在冬天的時候 始終會覺得說 好像沒那麼適合 因為沒那麼滋潤 這時候呢 你就可以把這個超級精華 跟粉底 用一比三的方式 加進去之後呢 會讓你的粉底 變得非常的適合冬天喔 這樣子混合之後呢 稍微的先混合 你看到粉底變得非常的水潤耶 而且它跟粉底完全是可以合在一起的 對 它不會有 就是分離的感覺 然後接下來我就要上妝囉 粉底會變得非常的保濕 然後 噢 粉肌膚好貼喔 可以看到原本那種乾燥的肌膚 然後你看這樣上妝 都會有一個 光粉感 宛如第二層肌膚的底妝 你就自己gate 或者是你之前買有一些底妝 你會突然覺得說 最近好像有點不補貼 或什麼之類的 你也可以參考 我用這個超級精華 就是把粉底 升級成貼膚粉底的方法囉 用法五 就是拯救你的脫皮跟乾燥肌 那有時候上完妝之後呢 你的臉上沒有光澤感 或是上完妝之後 天啊 我平時這邊的脫皮啊 或者是臉頰的脫皮 都跑出來了 怎麼辦呢 這時候你上完妝之後 要怎麼補救 你又不想把妝全部卸掉 重新再來 一樣可以用這個 克蘭絲的 超級精華黃金雙雞翠 不要擠太多喔 對 擠一點點在你的手指上面 然後 再度被它療癒 輕輕的 再乾燥的地方快打 你會看到 剛才本來很乾燥的肌膚 第一刻就是有水潤感 你就可以在局部的部分加強 那有些人是鼻頭脫皮的話呢 或者是鼻翼脫皮 這時候一樣可以用手指 然後沾了這個超級精華之後呢 要稍微做按摩 鼻翼的地方 原來很乾燥的感覺就會有光澤感 好啦 今天跟大家分享了五種 就是克蘭絲的超級精華黃金雙雞翠的用法 這樣子 如果你們有入手這一款精華的話 也記得就是把它 用到極致 因為可能很多人以為這一款精華液 只有一種用法 他可能不知道可以使用在面膜 或者是妝前 或者是你做一個五天的肌膚養成急救計畫的時候 也可以使用這一款精華液 好囉 那就給大家分享我的皮膚的 保養的小Peple跟這一款精華液的用法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分享 我是崔蜜就這樣 掰掰 我主要是看長度的部分 因為其實每一國的有一些差異 所以我覺得長度是最準的